Sawwaddi Ka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 地产詹哥老实说 我是ET Today房产云的副总编詹哥 我现在讲话也要讲很快 因为我旁边来了一位 国际巨星 是国际巨星吗? 是东南亚巨星 东南亚巨星 Ladies and Gentlemen 让我们欢迎娘娘 Sawwaddi Ka Sawwaddi Ka Sawwaddi Ka 我有没有讲错 是这样讲吧 我要说完你谁啊 ET Today的朋友 我是在ET Today吗? 对,ET Today 好 对 欢迎你来上我们节目 谢谢 我是你的忠实粉丝 少在那边 真的 我不是关枪 我是真心觉得 而且你要来上我们节目 我的朋友都说 哇娘娘耶 好高级哦 有吗? 对 听完他们就会失望了 因为我很低级 好好 所以我们今天来第一集的聊一些房地产的事情 OK 这是你第一次上房地产的节目 对不对 对 就是 对 你一定有翻白眼说 干嘛叫我讲这个题目 不止一试啦 听到想说 我为什么 房地产 对啊 我以为聊太西六里还差不多嘛 可是算了 反正钱还是要赚嘛 好 可是听说我们钱不多 原本就录一半想要走 就觉得真的太无聊了 就卖一张关面子 好热哦 我觉得我好紧张哦 因为我跟我偶像一起讲话 哇你好会接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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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我好热哦 哈哈哈哈 好好好 那我们现在要聊什么 就是你来台湾大概四年吗 对 四年 所以都一直是租房子 对 那你觉得台湾的租房子 不论房东啊 或是租屋品质啊 对外国人友善吗 不确定耶 因为因为啊 我先讲我来台湾的时候好了 我是先住酒店嘛 先住酒店两天 嗯 所以 所以我就只有两天的时间 找新的房子 嗯 对 所以其实讲真的 对于外国学生来说 嗯 好像租房子的资讯 没有那么普遍 嗯嗯 对 所以 你应该算什么找 我们就在那个什么911 591 911是唱歌 真的吗 是911对不对 就那个网站 然后就是就就就就 就找到离我们学校最近的 嗯 房子这样 嗯 所以我就只有 真的只有两天的时间 找房子 然后 只能在很快的 时间内要决定 要不要这个房子 嗯嗯嗯 其实所以当时没有想那么多 所以对外国学生友善吗 其实 对我而言 我只会觉得 可能在资讯上 没有那么容易找到吧 嗯 对 不好取得那个资讯 对对对 到底是谁有在租 嗯 对 然后就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你要看房子 或者什么东西 真的 所以房东不会排斥说 哦你是外国来的 或什么之类的 我没有碰到这个情况 嗯嗯嗯 对因为我就是 现在住的房子 是我第二间看的 就我们在影片上看到的那一些 对对对 其实第一间 是第一天找到的 然后是前面的那个人 先租走了 嗯 对 然后第二天 我就觉得不行了 如果今天没有房子的话 就真的要继续住酒店 不可能嘛 嗯嗯 所以去看的时候就觉得 哦反正就再见吧 嗯 对 那个预算没有超出我的 当时的条件 然后 然后也没有离学校很远 嗯嗯 对 所以就很快的决定了 那你觉得台湾租房子贵不贵 蛮贵的呢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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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比起泰国的话 我现在租的房子是9000嘛 嗯 小成狗 是不是 九千 对 可是你知道九千在泰国 就是你可以租一个很豪华的一个 多豪华 就 就可以有厨房 而且是在市中心的那种 嗯嗯 有厨房啊 有阳台啊 什么 就是两万台币的房租的房子 该有的条件 在内国九千就可以租得到 是哦 所以你那时候一推门进去 看到九千这样 你有吓一条吗 也还好 因为我是来学习嘛 哦 好谦虚哦 对我自己是觉得 其实我对房子讲真的没有太多的要求 嗯嗯 我只是有一个地方可以睡觉 然后自己 自己可以安静独处的空间就好了 所以其实当初 当初的要求 我只是希望 他离学校不要远 嗯 就好了 嗯 对 所以你现在在租的地方走到学校 大概 三分钟嘛 三分钟很快耶 所以你都睡到最后一刻 对就是在对面而已 而且我都去学校用网路啊 哈哈 电脑啊 干嘛 吹冷气啊 对啊 所以其实对我的条件就只是这样子而已 就是一定要一定要让我的生活环境更舒服 嗯嗯 嗯 那网友有一个网友提问啦 他很好奇 就是现在其实你毕业了嘛 对不对 那你会不会想要设定其他的租屋条件来找房子 其实 其实如果我想要换房子的话 我第一个条件是 一定要有电梯 哈哈哈哈 因为现在我是四楼住四楼嘛 很累你知道吗 就是如果今天我下楼了 然后突然忘了一个东西 对我就 就是算了 哈哈哈哈 我也是 对我就算了 我就会想说算了 对就是 就算了 反正老娘就是 没有要浪费自己的生命 啊 回去这样 所以其实如果要换房子的话 我第一个条件一定要有那个 电梯 嗯 对然后 第二个如果 可有可无啦 我觉得希望有 可以做菜的空间 哦 厨房这样 可是 你有时间做菜吗 可是 多多少少 你有时候你会想要 简单煮一些 家乡的料理啊 或者什么东西 可是我那个房间 以前我有做过呢 就是很小 那个房间 然后我有做那个 泰式绿咖喱 然后我就跟着那个绿咖喱 睡觉三天 你知道吗 因为绿咖喱的味道就 就是在那个床上 好热 一直闻到那个香料的味道 所以就是如果 以后如果要找房子的话 就是 如果有厨房会更好了 可是 现在因为 所以在台湾时间越来越长了 所以 知道好吃的 泰式料理的门路 就越来越多 所以其实 最近真的 几乎没有在做自己的料理 打泡珍珠 打泡珍珠是 就是要吸食你们这些的 可是其实看起来很好吃 很好吃 真的啦 我没有在骗你们 好 我回家试试看 你一天到晚就会说 打泡珠加番茄是死罪 或是讲说 台湾的水果不好吃 那你觉得台湾到底 有没有真正好吃的泰国菜 可以介绍给大家 有啦 可是我们有要介绍 因为等于有业配的闲 我才会介绍 对啊 休想从我这边 拿到什么口袋 那我这个题目要怎么办啊 管你们啊 我这么可能 白白介绍给任何人呢 那你可以小三跟我说吗 不可以 这个节目又没有赚多少钱 还有我那么多支援 你来台湾四年 你有去过台湾 就是其他 除了台北市以外 其他地方吗 有啊 有去台中 有日月潭 有去河欢山 是玩吗 对就是带爸妈去玩 河欢山是坐游览车 直接上去 河欢山就是直接 那个海车上去啊 然后就 还有什么东西 高雄也去过啊 宜兰 桃园 很多耶 对 跟同学去玩 同学还好啦 因为没这么朋友 可是主要是 那个跟泰国来的朋友啊 或者爸妈 对 那你最喜欢哪一个县 县市或哪一个地方 其实我最喜欢台北 嗯 便利吗 还是 因为我毕竟是从曼谷来的 嗯 对啊 所以 当然 对都市化的 环境跟气氛 当然会比较喜欢啊 嗯 我不是一个想要去看 大自然 或者瀑布 或者森林 什么动物哦 老年没有要看好吗 哇 就是谁要吹冷戏 吃好吃的东西 逛街就好了 所以其实我很喜欢台北 嗯 尤其是 假热的时候的台北 很挤耶 哎 不是假热吗 还是 就是 就是大家都出去的那个 节日吗 哦 节日 节日 他中文好烂哦 我特别喜欢 节日的台北 因为很少人 对 哦 你是说大家都返乡 都回自己 对 所以你就会在那个时间点 你就会感受到 都市化在没有人的情况下是多么 所以你喜欢没有人的都市 所以你喜欢没有人的都市 所以我就是有可能有一种 就是这样矛盾 可是当都市没有人的时候 我觉得哇 太棒了 但泰国 其实曼谷人也蛮多的 比台北急很多 我觉得 对 那比如说 好你说你最喜欢的是台北 那你走在 假设走在台北的街头啊 或什么 你有没有觉得 哪一栋建筑物 或是哪一个街景 你特别喜欢 街景哦 其实我是觉得 像台北的地上都没有垃圾 很厉害 哦 你会不是走在大条的地方 不知道 因为你去曼谷走走看 你就会知道 到处都是垃圾啊 哦 对 还是狗屎啊 什么这些东西 可是台北都没有耶 嗯 对 你就会感受到 到底台北人有多 生活有多有 那个规律或者 嗯 对 所以 我就很喜欢啊 因为就是干净的 又都市化的台北 嗯 对 因为曼谷 曼谷当然 都市化 也是都市化嘛 然后国际化也做得很 潜位 然后大楼林立啊 有些大楼甚至 非常高 而且有几栋大楼 连成一排 嗯 可是你走在街上 还是看到一堆 垃圾啊 狗屎啊 然后不平的路啊 可是 台北我看到 它至少 那个 至少你走路 你不会绊倒 哈哈哈哈 绊倒 你说被狗屎吗 对或者那个落不平 那要多大坨 落不平 有时候落不平 你会绊倒 还是会啦 但是就是可能你走的地方 就是比较繁荣的地方 就不能我就是天龙国的 哈哈哈哈 你很适合天龙国 天龙国的新居民 哈哈哈哈哈哈 可是那这样讲下来 如果说你要在 就是你就不能离开台北市的话 然后又要找到你刚刚讲那些租屋条件 新的租房子的条件 那真的会很贵 就是 可是现在开始赚钱了 哈哈哈哈 因为以前就是来学习嘛 当然就尽量便宜就便宜嘛 可是当开始有自己的收入之后 当然如果能达到自己的某一个方面的要求的话 当然一定要去去争取 所以如果资金的流动 有足够让我可以去换房子 然后它稳定到我可以就是住更好的环境的话 我一定要去做这件事情 不然钱是做来花的 不是做来存的 诶 有道理 嗯 那这样子就 就是就是台 就是现在台湾有很多年轻人就会开始 鸡鸡歪歪 就会说我们都没有钱买房子啊 就是就说我们头期款都不够啊 什么什么之类的 诶 在泰国的年轻人也会这样吗 不会耶 因为就泰国就是 泰国的房子很便宜耶 就是三百万五百万都可以买一栋房子 是一栋哦 一栋房子 你说整栋呢 对整栋房子的那种 在曼谷吗 对 可是去郊区也是有 可是就是感觉是 郊区 台北的郊区是什么 诶 诶 我现在讲好吗 因为我就不想讲了就交给你讲 反正就是台北的郊区 淡水咯 那不是进北市吗 对对 是吗 你是要说台北市的郊区 对啊 台北市的郊区 你说台北市的郊区在哪里 就是你现在租的那种 不是 是一整 一整的 两层的那种房子的那种 那在台北市没办法 对啊 所以就是 除非闹鬼或死过人 就是台北市啊 对 所以就是泰国的 其实房子又很贵 所以 可是泰国有很多这种 就是年轻人啊 谁要买房子 比方说开始有工资了 然后大概两万差不多 就开始去 就是什么 那个叫什么来着 跟银皇 贷款 贷款 对 然后贷 最后贷不 没办法 挤那个房贷 就备收 就这样而已 就很乐天的 对 然后大家就是 哦 就是房子备收了 哦 备收了 对啊 就这样 其实就是 就是每个泰国的年轻人 如果你真的要想要买房子 其实不是很难 可是你有办法 拥有它 就是真正的拥有它 就是长久的拥有它 很难 很难 对啊 所以要买房子不难 对 哦 那泰国 泰国年轻人 这样可以问薪水吗 就是以前几天说 泰国的底薪是 一万三而已啊 啊 一万三 这是基本薪吧 你们是两万八 对不对 两万八 我们是一万三 对 可是泰国物价有比较低吗 低很多啊 嗯 就是一百 你们一百块的便当 我们可以吃三餐 所以一百块可以花一天 对 如果你真的很省的话 嗯 你知道泰国打炮猪 一碗三十五块而已 哦 在台湾可能 就是一百二 一百多 对 一百多 所以 其实物件也差蛮多的 可是我们收入也很低啊 对啊 所以 哦 那我们也有网友很好奇啊 就是在台湾 很多年轻人都在喊说 他可能 以台北市啊 就是台北市来讲 他就说他要 可能不吃不喝 大概十五 十四十五年 才可以买一间房子 嗯 那 那个网友就提问说 那泰国年轻人 大概要不吃不喝 不是不吃不喝 就是 少吃几 多少盘的打炮猪才可以买一间房子 可以 不用少吃啊 照样吃还是可以买房子 对啊 就是因为就是 就是 就脚房带美 嗯嗯 我们就是聊到现在 你觉得聊房地产真的很闷吗 不会啊 我觉得你有点精心感染 感觉就像你的手一直这样 对 我真的很紧张 我很紧张 我一直在冒汗 我觉得我今天穿太多了 好 好 那你有打算要买房子吗 那我访问你好了 好 你要访问我 我有打算要买房子 那我就没有投期款啊 投期款 在台湾大概是多少啊 大概在台北市要买房子 你投期款至少两三百万 两三百万算多吗 算多啊 没有以台湾的那个资本薪的话 嗯 算多对不对 对啊 因为你就是你要存到那一笔钱 就是因为台北市的消费 其实很高 对 对啊 你看你刚刚讲 就是一个便当 可能人家一百一百五 然后你可能周末 再跟朋友去聚餐 喝个酒 然后买个衣服啊 什么的 对啊 所以对很多年轻人来讲 当然我不是年轻人啊 但对很多年轻人来讲 要存到投期款很难 大部分要靠爸爸妈妈 当然啊 爸爸妈妈先来靠 不然的话 把我们生就来干嘛 所以泰国年轻人 你也是这样想吗 是我这样子想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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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 你现在在这边赚很多钱 爸爸妈妈会以你为荣 不会啦 反正我跟他们说 我不会寄钱给你们 哈哈哈哈哈哈 我只有 我只不会跟你们要钱而已 哦 那你有对台湾的房子感兴趣吗 对台湾的房子感兴趣吗 还好耶 比较 对男生比较有关兴趣 哈哈哈哈 可是台湾的房子 新的房子 好像特别贵 对不对 对 台北市特别贵 可是我听说 有很多人 是那种什么 去住中立啊 什么 桃园 然后就是来回 对 坐高铁或捷运上班 也不是不行啊 对 也不是不行啦 那你有听说 就是很多台湾人 之前在还没有疫情的时候 会到泰国去买房子 制裁吗 不只是台湾人啊 嗯 很多 各国的人 之前台湾有一阵子很流行 去泰国买房子 对 我们的房子很便宜啊 然后 然后 好了 算了 不想要买 中服 哈哈哈哈 而且就是特别红的 而且就是那个 那个叫什么 河 招披 招披啊 河 对 对 那个河旁边的豪宅 就很多 而且那水很臭 哈哈哈哈 谁要再买在那边啊 而且那房子很贵啊 就是 其实蛮贵的 就是在台湾买 可是它是一栋 它是一栋 就是 那一栋都是你的 不是 只有一间啊 哦 那可能被骗了 大楼里面的 有没有可能被骗了 哈哈哈哈 对 因为泰国的房子 就算市中心 也不会像台湾这么贵啊 嗯嗯嗯嗯 我听说 就算是十三十年 在台北的房子 嗯 没有电梯的 还是 两千万 三千万 喜跳 对不对 看在哪里 如果是你现在住的 那个区块 因为都算市中心 所以就都还蛮贵的 但如果说是比较 远 你知道台北市的北头啊 或者是文山区你知道吗 嗯哼 就是那种 就是比较边边的地方 它就房价就没有那么贵 但是房子会比较老 但是新的房子也都很贵了 可是新的房子可以盖有用事吗 哈哈哈哈 你说在顶楼吗 哈哈哈哈 有的建商自己已经盖的 但如果加工的可能就不行 不行啊 对对对 怎么了 你也想要去游泳池玩一下吗 对啊 多人可以洗碗啊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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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理题了啦 到底要 理题好了 好不要再 有你想象的严肃吗 应该没有吧 什么东西 严肃 什么东西 严肃 严肃 嗯 哦 你说这个节目有比我前面的严肃 没有耶 没有 就随便乱聊就对了 对啊 对啊 因为我们聊完了 啊真的吗 对 可以收工了吗 我们把题目聊完了 哈哈哈哈 所以这个节目要录多久 没有啊 就没有多久 没有设定时间啊 今天非常开心可以邀请到那个 娘 我觉得好热 哈哈哈哈哈哈 对 最后谢谢娘娘来上我们这个 严肃的房地产节目 那先聊了一大堆 是咖喷喷吗 咖喷喷 咖喷喷 谢谢 咖喷喷喷喷 咖喷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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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喷